我们金门有解封吗 小三通有给我们开放吗 小三通跟这个不一样 小三通都不一样 国家每个门都开放了 国境都开放了 为什么金门就不能开放呢 欢迎我小三通 欢迎我小三通 行政院22号终于拍板通过 金门跟马祖的纯洁交通专案 预计2023年1月7号 就会重启部分小三通 但对象却仅限于金马民众和陆沛 战不开放台商中转 这让想回乡团圆的台胞不能接手 你是一国两制吗 因为小三通的开放与否 牵涉民进党派系斗争问题 当中又与行政院长苏贞昌最为反对 就有政坛人士指出 为了保住院长大位 苏贞昌必须坚守抗中立场 才能巩固绿营基本教义派 因此他将小三通作为筹码 这也让小三通复航过程变波折 由于民进党在九回一选举 搅不出好成绩 党内也开始检讨两岸政策 不止败选检讨小组召集人 郑文灿开第一枪 直言两岸论述要调整 台北市第三选区立委 补选候选人吴一农也表示 抗中保台论述必须要更精准 副总统赖清德更进一步提出 和平保台的新论述 跟苏贞昌走的鹰派路线大不同 因为这回重启中断三年的小三通 只做半套 涉嫌太多被认为没道理 毕竟春节回台的都是国人 这些人只希望政府能全民开放 才是做到真正的公平